这七贤学院你也不熟悉 我带你看看 这风贤学院和雷风院势力纷杂 学院中弟子常有内斗 内斗 有些弟子实在难以管教 不过我是七大院长老旗的长老 可以直接开除学院弟子 不必报备 金木水火土五院 各自有长老一名 我大哥就是五大长老之首 老木 和我说说雷风院的情况 每个院都有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 但唯一不同的是 还有一个特级班 特级班 特级班是每一大学院的核心 也就是学院学生口中的领榜 共一百人 都是天赋实力一等一的强者 普通学院想要进入领榜 就要向千一百的弟子发起挑战 除了领榜 学院范围内还有一个龙榜 也是只收入一百人 都是天宗之财 而且教导出龙榜学院 对一名导师也是极为重要 当然 这些你都可以不管 穆老弟不如和我好好练单 我保证将来七贤学院长老席长老之位 有你一个 穆老弟 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说吧 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穆老弟 你等一会儿啊 我先去拿药材给你看看 就是他 就是这家伙 把九皇子打成这个样子的 我还以为是谁呢 我叫清于明 金月灵榜九十三 多到我手里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 清于明 你被开除了 莫 莫长老 金月灵榜九十三名 好大的名气 敢对导师不敬 反了天了你 滚蛋 都给我滚蛋 就这小子 是学院导师 黄昌宇 你也被开除了 金月之中没你的名额了 滚回你的金窝里去吧 莫长老 莫长老 不关我的事啊 再多说一句 不让你老子 打断你的狗腿 这老头 在南云城 还真是地位非凡啊 走 你们几个再赶 行了 莫长老 别定了 带我去见见我的班级吧 穆老弟啊 你可别生气啊 导师安排 是看境界来的 初级班的学生 大都是灵窍境一重 天赋不是很好 但是上进心 还是有的 你现在的境界 只符合初级班导师的标准 就这样 就这样 穆老弟 穆老弟 你等等我 穆长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 穆云 将来到雷锋院担任初级导师 穆大师 您可是很久没来我们雷锋院了 什么时候给我们雷锋院的弟子开堂讲课 好说好说 总理 我可是把穆老弟交给你了 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他呀 是是是 一定 一定 穆老弟 我是宋力 雷锋院所有初级班的总导师 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和我说 没问题 初级酒班 咱们正好缺一个主导师 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穆云 穆导师 师父 我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